台南市指教新建台湾第一个国际棒球村 特别组团到美国来取经 市长赖清德原本是要亲自出征的 却因为台湾暴雨没有办法成行 临时改由民政局长来带打 按照既定行程 访问美国职棒大联盟到齐队的训练基地 同时也将到东岸 慰问精英队台湾投手陈伟英 访问台一行人抵达洛杉矶 马不停停立刻转机赶往第一个行程 收到大雨来搅局 热爱棒球的赖市长取消行程 民政局长陈忠苑宁为寿命 率谈来向大联盟取经 看美国大联盟球场 全力为台南市盖亚太国际棒球村做准备 世界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优异的表现 重新燃起台湾棒球热 随军团员都表示 打铁要承认 对棒球村的构想是寄予厚望 南这个亚太棒球村是棒球协会提的构想 那市长完全接受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他一定要来看 这个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到底怎么弄 能够得到一些盖球场上的优点 那将来让我们盖球场的时候 能够盖得很顺利 而且用得比较好用 台南市棒球访问团到Arizona的春训中心 参观稻奇白袜还有响伟蛇的春训中心 由于大雨来搅局台南市长赖清德这次无法成行 但是台南市的棒球访问台 仍然按照既定的行程抵达洛杉矶 并且马上飞往亚利桑塔州的 稻奇训练中心 还要前往东外也就是巴尔地摩精英队 探望我国的台湾之光 陈伟英 以上都是新闻吴冲国 继会员在洛杉矶国际上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